花莲盛能工持续多年 任养吉安香路灯以及捐赠米粮物资 帮助弱势加户 而今年中原普渡过后 再将信众捐出的普渡物品 为由吉安香公所等单位协助发送 而商长尤淑珍颁发感谢账 也表示会将各界的爱心物资 有效率的发送给弱势加户 花莲盛能工持续多年 任养吉安香路灯 及捐出米粮物资帮助弱势加户 今年中原普渡过后 再将信众捐出的普渡物品 为由各个单位发送给有需要的弱势家庭 依照往年的案例 我们就把大家所认捐的 中原普渡的物资白米 如果有捐赠出来的 就为由我们花莲盛能工来做这个捐赠 我们这次捐赠的单位 有吉安香公所大概将近100份 然后我们第二个我们犯罪保护人协会 我们大概有14份 第三个单位呢 我们就是国心里的里办公处 我们的余会军里长那边 我们大概有30份 所以我们把这物资 捐赠给最有需要的用的 低收入 所以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来共襄胜体 我们盛能工也秉持这个抛砖引益的做法 来继续来支持我们的弱势团体 其中捐赢香也获得近100份的物资 乡长刘淑珍特别颁发感谢状 他也表示会把各界爱心物资 有效率的发送给弱势的家庭 圆满100祝福100 谢谢圣能工今年捐赠100份的物资 给我们所有的弱势关怀家户 感谢圣能工长期以来 给我们关怀所有弱势的家户以外 也带来我们任养路灯 这个520宅 以及非常多的个案急难救助的一个协力在极安 在这里要满满的感谢我们所有的心中大德 以及我们的主委所带领的团队 让我们满满在服务的路上 有我们圣能工真好 吉安香公所也欢迎各界爱心捐助米粮物资 共同来帮助急需被关怀的弱势民众 建律会吉安香报导